看到林志玲她也抗税成功了 那么抗税将近两年的时间 财政部呢现在增定了林志玲条款 把模特儿列为是表演人 薪资是属于执行业务所得 也代表着林志玲的抗税成功 那么昨天下午呢 林志玲出席活动的时候 看起来为什么明显瘦了一大圈 不过呢无损她的好心情 她说抗税成功代表她所坚持的事情 是绝对正确的 现身法郎开幕林志玲明显瘦了一大圈 整个人脸颊凹陷 但却无损她的好心情 抗税将近两年 现在终于出现了林志玲条款 林志玲说真的是迟来的正义 自己对于这件事情觉得 能够得到肯定 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大家 一起来对这个行业的努力 国税局过去认为林志玲漏报 说应该要补税684万 但是现在却订定了林志玲条款 明定包括像是演员 歌手 模特儿 节目主持人等十类 都可以列为是表演人 可以以收入扣除45%之后再课税 换言之以后林志玲就不用再缴 过多的税 我觉得帮模特儿或是艺人们 争口气的感觉吗 有有有有有 我自己觉得有没有信念 然后坚持 其实还是会让好的事情发生 抗税成功林志玲五月之后 和电影公司的约也结束 和老东家凯卧也没有合作关系 现在五月一申请林志玲未来可能专攻电影 继续往大一幕发展 周圈黄宽如配与台北采访报道